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上了很多 除了为了美丽和健康之外 也有些人是因为职业的限制 看似乞丝就是其中之一 知道吗? 知道吗? 有什么独播秘方 去维持身形和体重吗? 來吧, 來吧 雖然賽馬在香港已經有過百年的歷史 但是騎士這個職業 很多人都會覺得很神秘 而最神秘的就是 究竟為什麼他們時刻都可以保持這麼高 所以今集我們主要探討的問題就是 究竟我們怎樣都可以像騎士那麼高 今天除了有我們三個主持之外 我還請了對賽馬相當自由研究的 美女主持Ice黃宇文 我們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們平時怎樣可以保持這麼柔條呢 我覺得如果什麼都不吃的話 皮膚會很差, 所以我會少吃多餐 所以大家覺得我很餓吃 一想吃就吃 但不要多吃一點就行了 我試過有一段時間不吃澱粉質 皮膚會比較差 我還是不可以不吃東西 因為我超級餓吃, 吃東西都要吃 所以我覺得我吃多少東西 我要做多少運動 去抵消卡路里 我覺得一定要勤力 你會做什麼運動 我會打球, 游泳 總之做一些很高的運動 激烈一點, 是嗎? 激烈一點, 我喜歡 我喜歡出汗 做一些桑拿也不錯 因為我都是…大家都是朋友 很喜歡吃東西 是 所以寧願家想吃東西就吃 但就運動 而且女生很喜歡吃甜的東西 是 你們會不會故意戒甜 或者不吃朱古惟 飲品會 飲品很多糖 飲品很多糖 飲熱檸茶, 飲哩茶 茶最可以消滯和去油膩 對…我也會 你也要喝吧 當然要喝 你不喝糖分, 但就很不開心 女生要吃一點甜蜜 很大分別 真的, 我真的在加拿大有一個朋友 停了兩個禮拜, 減了很多肥 真的嗎? 但吃甜蜜開心一點 對, 我也是說 有什麼人, 我自己一直在吃甜蜜 然後喝茶 吃甜蜜 先冷靜一下 我知道Icy之前去了訪問賽事電集學院 有沒有刮到什麼材料 怎樣可以令我們健身 我喜歡聽到他們在練習時 好像地獄一樣, 很瘋狂 其實我覺得挺辛苦 但她的餐單是專家寫出來的 所以挺均衡的 無論運動還是飲食都可以 那她們吃什麼? 給我們一個兩招 我們不用這個又不吃, 那樣又不吃 好…看看… 你早上也吃這些東西嗎? 不是, 早上的菜牌也有不同的 都是白粥, 菜蜜蜜 葡萄蜜皮、貝多士 但你以前吃什麼? 我以前吃五香玉丁、蛋公仔麵 對, 配毒帶茶 但值得的 值得的 要保持好自己的房間 才可以有人請去騎馬 其實和我吃的東西沒什麼分別 全都很喜歡吃 Icy, 你們午餐和晚餐吃什麼? 我那次只吃了早餐 之後免得他們做事就離開了 我知道你們倆不問盜督就不死心了 其實建習騎士學校的餐單 我已經為了你們準備好了 馬上去看看 好 有牛柳, 多東西吃 太豐富了, 又有牛柳, 又精怪 因為他們要吃三菜 很皮, 因為他們吃食物皮 但健康的, 他們的薯仔燜雞是去皮的 我也覺得 不行…一定要皮 對, 我很喜歡吃雞皮 最好是炸了 那我不喜歡炸雞皮, 養給你 好, 我們一起吃 很肥 炸雞皮、炸豬皮, 全都是我最重的 我喜歡吃滑滑滑滑雞的雞皮 是, 這樣咬下去其實也沒有結果 不如我們聽聽專業人士的意見 整體來說 這份餐單都很均衡和全面 每一頓都有炭水化合物 例如飯、麵、麵包 這些對騎士來說很重要 因為是他們能量的主要來源 另外, 午餐和晚餐都會有肉和菜 肉含豐富的蛋白質 可以幫助他們肌肉的正常運作 菜含豐富的纖維 可以有助他們的腸道健康 另外, 看到他們也有低脂的選擇 例如低脂奶、低脂乳酪 以及去皮的雞肉 這些都是比較健康的選擇 如果一般人要跟著這個餐單吃 份量就要減少一點 因為普通人未必有騎士的運動量 騎士的餐單也很豐富 跟一般人吃的真的沒什麼分別 但我又不太明白 因為我的女生朋友 說連喝水也可以肥 那怎麼會? 人家騎士每天用很多小時保持健康 你今天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 今天我看了這部影片 真的嗎? 看一看吧 平日我會打哥爾夫球 或者是跑步 我會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會做一些瘋子、運動 玩球、球、跳舞 還有一些普通的練習 其實我的餐單沒什麼特別 早餐就跟平日一樣 例如一個套餐 至於下午方面就盡量少吃 除非有應酬 至於晚餐都是平日常生活 吃飯、吃魚 麵包、炭水化物 還有吃少許魚、雞肉 有些白肉 給一些脂肪、肌肉 早上我只會吃一點果果 例如蘑菇、蘑菇、蘑菇、 水果或其他人 我會切一點果果 然後放進碗裡 如果是一天前的運動 吃飯後 我會煮一碗 一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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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吃一碗、一碗、 然後吃飯後 我會吃一點的碟 跟雞肉或魚、 甚至是生物、 也許是雞肉 根據我身體的重量 我身體的重量 但全都很新鮮 很悔復的騎士 做運動真的有毅力 又有恆心 但像我們一樣 我平時很懶出門去做運動 所以買了跑步機在家裡 誰知道一起來就趕著上班 回到家又很睏 所以永遠都是風塵的 用來撞食 對 你們一個星期會做多少天的運動呢 其實我每天都很想做運動 但因為在說劇 我每天都很累, 沒時間 而且有時候下班已經很晚了 真的很想做 但有時候下班也會做健身舞 即是跳蝦 我很壞, 因為以前很乖 每天都會出去跑步 穩穩穩 但停下來就會懶得很困難 很困難去做 加上又忙了 又難得有假日 又想睡覺, 想做, 當然不好了 對, 這樣做 Leslie和美琪都已經很乖 因為他們會健身 我自己覺得健身沒什麼必要 我不做健身 我覺得健身也要練習山頭肌 耳頭肌, 其實沒什麼用 你游泳 沒什麼用 泡泡一樣都可以穩穩穩 對, 你就這樣做運動 不行 你會瘦或退出水族 水族 對, 水族 但你不做健身 你可以賣賣肉 對, 吃完肌肉 要做了 一定要做 你真的沒時間 不要只會說我 你們兩個做不做 你們兩個 我們做不做, 真是沒用 我們一定要勤力, 像騎士一樣 你看他們多有行心, 多積極 其實你們一場姊妹 我已經找了健身教練 很厲害, 說得很厲害 好… 其實一開始 女生可能會開始做一些 體育運動、大腰運動 例如腳踏訓者、踏踏、踏踏 先開始 配合初階的阻力訓練 可能女生比較主力想去秒跳身形 我們會開始做一些肌膝的運動 腹部的運動和大腿的運動 其實一開始 我想其實可以的話 開始兩次, 一星期 大概每次一半小時 這樣也不錯 一般的女性 有時真的比較忙, 去不到健身 其實我也可以介紹一些簡單的運動 給大家在辦公室或家裡做 例如去買一條橡筋帶 因為橡筋帶 易於收藏, 又可以做到很多類型的運動 就算真的沒時間去買橡筋帶 用一個水瓶也可以開始了 謝謝Lowin 我們會記得做的 對, 真是乖 我一定要每天都做 不過好了, 其實我之前試過 但舉了兩下就覺得很累 然後又放棄了 好玩 而且是方便的 有時候在家看電視, 就可以做 我做電台節目也可以做 隨時隨地也可以 我覺得真的相當方便 原來是因為我的工作性質跟你們不同 你們在拍劇就做不到 對… 不要等我試過 我平時在廣場 因為鏡頭寫明顯是馬 我一邊看著你, 我一邊做 很好 很好 一定很快 我們在家看你的時候 都一直這樣做 你用蓋裝還是絲裝? 安靜 然後舉起外面的很大的水瓶形式 你給我 我下次開電視… 我下次開電視 我下次開電視, 一定要聽 我聽到一些水聲 對, 就會沒氣 但看了這麼久 我發現騎士的可愛 都沒有特別的秘方 做的東西、吃的東西跟我們差不多 對 怎麼這麼可愛 所以這個時間 我請到最得高望重的陳校長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相信他一定有答案 謝謝陳校長 騎士跟普通人都是一樣的 其實有些做到, 有些做不到 不過在學校方面 我們就管輸很多不同的知識給他們 特別是在運動科學的知識 在營養方面 其實他們會知道 怎樣去吃些甚麼 才是對於他們有幫助的 還有他最主要都要做運動 去減他的磅數 其實我想最主要的東西 其實他明白那個道理 還有所有東西都是從心出發的 他有那個自律性 還有他也知道 那個人生的目標是為甚麼 其實是一定會做到的 所以變成在普通人去看 覺得騎士為何每個人都可以控制 體重呢 其實他們全部都要很自律去做好 謝謝陳校長 幾位姊妹, 聽到了 聽到了 是 其實騎士在Kipi方面 比我們更加優勝 最主要是他們也有那份 堅毅的鬥心和自律性 而我們做任何事 都應該要學他們這樣 要有勇氣和決心 這樣才會成功的 對, 你知道我懶惰了 好, 由今天開始 我決定每天舉20下水樽 20下… 21下 很有效 21 我會努力去我的習慣 比我們更加健身和平衡 對 證明… 我回去把我封塵的跑步機清潔一下 每天跑20分鐘 好, 20分鐘 你不要緊, 不可以找他 來做這個裝飾了 今天謝謝Lice你來 做我們的今集嘉賓 謝謝 很客氣, 我們經濟很開心 我們一起做運動 好 一起去旅行 好, 我們下一站去泰泊 很可憐 太可憐了 太可憐了, 太可憐了 下一節回來 我會和Leslie帶大家去跑馬地馬場玩 還有遊戲環節和大懲罰 這麼精彩, 記住不要走開